站住,别跑,快把我的蛋仔毛盒还回来 糟糕,佩奇追上来了,快跑 可恶,居然跟丢了 咦,这会是什么呀 快说,你们谁拿了佩奇的蛋仔毛盒 不是我们拿的 哼,你们以为不承认,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你们都来试试这只鞋子 谁能正好穿上,谁就是拿了佩奇蛋仔毛盒的人 哼,是就是 哎呀,后童呀,这鞋子也太小了吧 根本就穿不进去 哈哈,佩奇,你的脚也太大了吧 你改名叫大脚西怎么样 什么,丹妮,你太过分了 说不定你就是那个拿蛋仔毛盒的人 我才不是,不信,你看看我穿上这只鞋子 我穿,哎哟,这鞋也太小了 我也穿不上 哈哈,大脚丹妮,你的脚真大 真的是,大脚西,你不许给我起外号 哼,谁让你先给我起外号的 丹妮,苏西,你们两个,别吵了 佩德罗,接下来轮到你是穿鞋子了 好的,没问题,我穿 哎呀,这鞋怎么这么小呀 我连穿都穿不进去 我只能站在鞋子外面 好吧,看来也不是你拿的 现在就剩下你了,乔治 我,我,老师 我可以不穿这个鞋吗 为什么 那还用说,当然是因为 乔治拿走了佩奇的蛋仔盲盒 是我 那你为什么不敢穿鞋 因为我的脚是把你最小的 我肯定能穿进去这双鞋 到时候,你们说是我拿了佩奇的盲盒 该怎么办 乔治,你不要害怕 必须穿上盒脚 才会是拿了佩奇蛋仔盲盒的人 好吧,那我穿 哎呀,好疼呀 怎么回事,这鞋也太小了 怎么连我都穿不上 啊,这可怎么办呀 我的蛋仔盲盒找不到了 好奇怪呀 童话王国还有比脚只脚小的人吗 不如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童话王国里 哪个脚是最小的呢 你们知道吗 我看到好多小朋友都在说小精灵 只有小精灵才能穿上这么小的鞋子 不会吧 原来是小精灵 小精灵快出来 佩奇,找我有什么事情 小精灵,快说 是不是你 拿了我的蛋仔盲盒 什么蛋仔盲盒 我不知道呀 小精灵,你不要再掩饰了 我没有证据 什么证据 小精灵,这是你的鞋子吧 也是你 拿了佩奇的蛋仔盲盒 什么 这不是我的鞋子 不是你的 还能是谁的 除了你 没有人有这么小的脚了 这是我的对头 黑精灵的鞋子 他的脚和我一样小 我见过黑精灵 他长得和小精灵一样 只不过是黑色的 看来不是小精灵拿的蛋仔盲盒 嘿嘿 他们都被我骗过去了 其实我就是黑精灵 我拿了佩奇的蛋仔盲盒 小朋友们 你们可千万不要发动作料 告诉他们哟